欢迎大家观看JavaScript开发系列课程之臂包 通过本集视频的学习 大家可以掌握什么是臂包 以及臂包的优点 臂包就是在一个函数内部 创建另一个函数 通过另一个函数 访问这个函数的局部变量 另一个函数 Function 比如说叫瘦 在它内部定一个变量 Name 比如说这个咱叫李四 在它内部再创建一个函数Function 这个函数咱们就使用刚刚讲过的匿名函数就行了 在这里面 它可以去访问谁 当然可以去访问受内部的局部变量了 然后咱们知道 这个匿名函数是不能直接这样写的 咱们再给它怎么样 返回一下 那看一下这个意思 这个函数是在这个受函数内部定义的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就称为臂包 那么既然这个函数呢 是在这个函数内部的 那么受函数内部的这个内部 这个内部的函数是肯定可以使用的 这个咱们返回的是一个匿名函数 那么咱们怎么调用呢 大家看一下 如果咱们直接调用受 这个受函数是有返回值的 返回的是这个函数 而函数是一个引用类型的对象 所以说呢 咱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个变量接收一下 接收一下它的返回值 那么这个fun指向的就是它返回的这个函数了 然后大家再看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去调用这个函数了 fun就是这个函数的引用 咱们引用 然后小括号是不是就在调用这个函数 调用这个函数 它是又是有返回值的 所以alert显示一下运行 里四没问题 我们可以这样写 那么大家看一下 我们还可以怎么调用 受 这个受 我们得到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函数啊 那么这就是一个函数啊 得到的是一个函数 那么我们再继续小括号 就是在调用返回的这个函数了 也就是返回的这个匿名函数 来 结果是一样的运行 然后因为它有返回值是吧 所以咱要怎么样 alert显示一下 再运行 这个显示的就是里四了啊 这两 这个这种调用方式啊 大家要理解了 大家看一下 咱们在内部定义的这个函数 反问了内部没有问题 但是咱们这个一眼就能看出来 没有必要这样去实现是吧 咱们直接这样 function 然后show 在这里边定一个什么 name 里四 直接怎么样 返回name 也能返回这个name的值啊 何必这个还需要 何必还在内部定一个函数呢 这不有点什么 反而这个麻烦了吗 那么使用币包的好处在哪呢 咱们下面通过一个实例看一下 下面咱们就看一下使用币包的优势 它肯定有它的好处 否则的话呢 咱们就没必要这么麻烦了 是吧 那么咱们通过一个例子 来看一下 实现一个功能 实现一个变量的累加 什么意思呢 咱们写一个函数 function 比如说叫add 在它内部呢 有一个变量 比如说它的初始值呢 是10 然后呢 咱们希望这个age的值逐渐加1 每次增加1 然后返回一下age的值 来看一下 咱们每一次去调用这个函数 它返回了age的值 咱们alert显示 第一次调用它返回的是11 是吧 11运行 这个是11 没有问题 再看 我再调用呢 第二次调用 看一下 是12吗 11第一次 第二次 是不还是11啊 来看一下 这是第一次函数调用 函数调用咱们知道 这个时候它会找到这个函数 然后去执行函数内部的代码 那么这些代码就被调入内存了 那么看 当这里面的代码被执行的时候 它会为这个age在内存中开辟空间 但是当这个什么 这些代码全部执行完的时候 怎么样 这个age所分配的内存空间就会释放掉 因为这个age是一个局部的 局部的变量 它在使用时开辟内存 使用完了呢 内存就释放掉 所以咱们第一次调用的时候 那么先初始化为10 加加变成11 返回之后显示 这呢是11 当咱们再次调用的时候呢 它又重新执行这里边的代码 又初始化为10 又加1 11 然后又返回 所以第二次呢 还是11 原因就是函数每次调用时 局部变量开辟内存 函数调用结束时 局部变量释放内存 来写一下 调用函数时 怎么样 调用函数时 为什么 局部变量 开辟内存 那么函数调用结束呢 函数调用结束时 怎么样 局部变量内存 内存立刻被释放 原因就在这儿 所以你本管调用多少次 它都是11 那怎么解决呢 这个很显然大家会想到全局变量 是吧 咱们定义一个什么 定义 把这个age定义成全局变量 出值还是10 然后呢 写一个函数 比如说叫add2 接下来每一次呢 让这个age还是加1 咱们返回一下age的值 那么你在这儿 咱们再去多次调用的话 alert add2 调用两次 咱们先看一下 第一次调用 第一次调用的时候 是不是要找到这个函数 去执行这里边的代码 是吧 然后呢 加1 变成11了 返回显示 第二次调用的时候 那看一下 因为是全局的 全局变量 是怎么样呢 会一直在内存中 一直在内存中 直到什么呢 直到程序运行结束 也说全局变量 它在内存中 是一直存在的 只有你整个程序结束了 全局的变量 才会释放内存 所以说呢 我们第一次调用时 变成11了 第二次调用时呢 就是11的基础上 加1 就是12了 运行 大家看 11 第二次呢 12 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 使用全局变量 咱们解决了这个 让age的值 逐渐加1的这个功能 但是 全局变量 是一个公共的 是吧 这里边 咱们看一下 全局变量 是什么 是公共的 任何一个 函数都可以使用 所以说 就容易发生什么 容易发生问题 所以说呢 尽量少使用全局变量 那么 如果不使用全局变量 如何解决 让age的值 也逐渐加1的这个功能 大家看一下 也就是下面 不使用什么 全局变量 实现 让什么 age的值 逐渐什么 逐渐递增 那么这个呢 就得用什么了 就得用 b包了 咱们改成b包的写法 改成b包的写法 那怎么写呢 再定一个函数 function 咱叫add3 在函数内部 定一个局部变量 这个肯定是什么了 不能用全局变量了 我把前面这注视掉 age呢 初始值还是10 然后呢 咱们在这个函数内部 再定一个函数 function 比如说 咱就叫增加 每次呢 age加1 然后呢 它返回 age的值 这是一个匿名函数 咱们再把这个匿名函数返回 大家看 咱们在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add3 是吧 然后呢 这个add调用它 它是不是返回了一个函数啊 返回了一个函数 咱们可以用一个什么 引用类型的变量 是吧 接收一下 它反 那么这是一个引用 指向了它返回的这个function了 那么这个就相当于什么 就可以看成是这个函数的函数名了 所以咱们再用func怎么样 去调用这个函数 调用这个函数 它有返回值 咱们再用alert显示一下返回值 显示一下返回值 来看一下 第一次 调用 调用 返回的是11 继续调用 多调几次 运行 第一次11 第二次12 第三次13 大家看 咱们用的是局部变量 那结合着币包就实现了全局变量的效果 那么这就是币包的好处了 那不使用币包 你又不使用全局 那么这个问题肯定是解决不了的 那么咱们看一下 为什么币包就行呢 大家看啊 咱们第一次调用add3的时候 是不是返回的是这个函数啊 咱们是在反复调用 注意了 是反复调用func 你不要去反复调用add3 注意区别啊 3在外表 你反复调用add3的话 你每次调用add3 是不是都初始化为10了 咱add3只调用了一次 调用了一次 那怎么样 它第一次初始化为10了 接下来咱重复调用的是什么呢 是它内部这个函数 func就指向了内部这个匿名函数 咱们反复调用的是func 那么每次调用f 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那是不是它都是加1啊 返回 加1返回 就不会再去执行它了 这是一点 另外 币包 在 币包使用的这个变量 它不会 立刻释放内存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币包使用的局部变量 不会什么呢 不会 立刻释放内存 什么意思啊 咱们通过它调用这个函数 调用完这个函数之后呢 它不会把这个age的内存 立刻释放掉 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啊 也就是说币包 它本身就具备这个特点 局部变量内存 不会立刻释放 它会在内存中注留一段时间 会在内存 注留一段时间 注留一段时间 那么你如果说这个调用完了 这也是局部变量 内存释放了 那么同样还是解决不了这个age累加的问题 啊 另外就是因为币包有这么一个特点啊 呃 一个是呢 我们反复调用的是币包这个函数啊 不是add3这个函数 所以我们处置化只处置化了一次 另外呢 币包使用的局部变量不会立刻释放内存 那么大家就得注意一点了 注意什么呢 因为你使用币包时 这个局部变量的内存是不会立刻释放了 所以说就涉及到一个内存占用的问题 这个内存占用时间就什么了 就是时间就长了 啊 这个咱们可以 这应该是匿名的啊 不用起名字 占用时间长了 所以说呢 尽量怎么样 大家要注意 尽量少使用币包 少使用币包 在必要时 在必要时 再使用币包 这就是什么是币包 以及币包的基本优点 好的 感谢大家观看本视频 感谢大家观看